在赛前发布会上 嚣张的日本女将当着观众面 恶意推荡中国女将王雪 王雪面对日本选手的嚣张挑衅 只是微微一笑霸气地回应道 我的对手是日本女孩 我在东北出生 我的民族情节很重 但是呢他在赛场上挑衅我 为什么我冲他微微一笑 因为我虽然民族情节很重 但是我有家教 我有涵养 我是中国人 我就让他知道 赛场上见 这个嚣张的日本女将名叫人 出生于日本空手道武术世家 有着强悍的摔跤技术 在日本擂台找不到对手 所以来华嚣张挑衅 对手是中国东北姑娘王雪 王雪有着很强的民族情况 一旦在赛场上遇到日本选手 那必定枉死的打 一点都不担心住院费的问题 此次面对不知死活的日本选手 王雪势必要其付出惨痛代价 王雪一想到日本选手的恶意推荡 心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起发 比赛开始后 王雪率先使出低扫试探 日本女将则是打出后手拳反击 王雪快速后撤进行躲避 开局并没有贸然发起攻击 日本女将健壮不依不饶 持续不断地上前压制 王雪无奈用正灯控制距离 不给任何贴身打缠斗的机会 此时的日本女将活蹦乱跳 不停地用刺拳试探 王雪则是双手护头慢慢压制 打出一波组合重拳狂轰 不料日本女将突然下前爆摔 王雪的爆发力非常强 直接强行反压制 将日本选手控制在身下 王雪立即调整身体的霸位 想要使出重拳进行杂击 赖和日本女将牢牢地抱着防守 这时逃脱对手的控制 抡起拳头疯狂进行杂击 疼得日本女将立即用双脚踹开 起身过后王雪继续压上去 打出后手重拳抱头 疼得日本女将再次下前爆摔 结果被王雪控制住用重拳狂砸 鼓动是进入了爆摔 现在连续杂击 砸两拳起身 每次正想起身 但是就被王雪打回去 不给机会 日本女将躺在地上不愿起身 气得王雪直接扑上去 使出狂风暴雨般的重拳进行杂击 日本女将瞬间被打得狼狈不堪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这就是挑衅的下场 王雪疯狂的输出 打敌日本选手抱头鼠窜 吓得裁判立即上去终止了比赛 王雪让日本选手见识到了真正的实力 擂台上全程暴揍嚣张的日本女将 正所谓的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最终王雪也是以KO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 王雪好样的 为国争光 王雪不论